戒杀放生,要是法文语,戒杀放生 因为短短一部《要诗经》之中 讲了三次,戒杀放生 其中有几句话是说 我们应该要放杂类众生四十九种 所谓的杂并不是说很乱 而是说很多种的意思 像佛门有一部经叫做杂宝藏经 意思就是很多很多不同的宝物放在一起 杂宝,所以放杂类众生 就是很多很多很多的众生 那四十九的意思也不一定就是四十九种 就像一百零八跟七 在佛教中常常是代表一个很大的数字 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的意思 所以杂类众生四十九种 不一定就是四十九种 就是很多众生 那即使是放四十九种众生 好像也是很多,对不对 通常有参加放生的人可能知道 放生一次放几种生物 不会太多啊,不会太多嘛,是不是 可能不会太多 有的人是专门放麻雀啦 放一种鸟啊 或者是放一两种鱼啊 所以杂宝金是非常的鼓励 我们要放很多很多种的生物 另外有一段经文是说 修药师法门应该时清净时 而且对于众生要生起无构浊心 无怒害心 对一切有情众生都要生起利益安乐 慈悲平等的心 所谓的清净时到底是什么 如果是受此发官再见 那天中午以后就过五步时 这叫清净时,对不对 还有,有的清净时是说 这是不是昏,不是昏时啊 素食啊,不杀生 也不吃昏蒜,葱蒜,韭菜 称为清净时 但是清净时 我们如果详细去思考它 如果我的一盘菜里面 我吃到这个菜 这盘空心菜好了 小小一盘菜 因为我要取得它 而背后是杀过无量无数的众生 才得到这盘清菜 这个叫做清净时吗 这盘菜是我的清净时吗 不是 应该是不是嘛,对不对 那如果以这样子的现象来想 我们有清净时吗 我们好像没有清净时 是不是 今天中午大家可能又要吃菜 吃的是杀生无数的菜 水果,米饭 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人的生活 就是这样子 而且我吃的这个菜 有没有农药残留 有没有重金属污染 有没有其他问题 知不知道 不清楚 本来我们所有的生物 天赋的条件 天赋的一个生存的一个利益 就是可以吃到 我们要吃的干净的 没有污染的 对我们身体好的食物 应该是所有的众生 都有这个天赋的权利 可是我们怎么变成 吃的东西好像很多 到处都有很多食物 但是真正的 很天然 很纯净的 很营养的 能量很高的食物 多不多 不多 这是现在的人生存的悲哀 那是怎么造成的 科技发达 工业发达 造成的 所以我们基本的生存的权利 其实被剥削的很厉害 而 也因为我们人类要生存 我们杀害的众生 非常非常多 我们把众生 送到坟墓里面去 其实人自己也已经站在坟墓里头 还不知道 到最后 也是要把自己埋掉 很可怕 真的 我们人在做的就是这些事 而我们好像无能为力 很难去逆转 很难去抽拔出来 做一些改变 很难 可是还是要想办法 我们好像就是在被卷入一个趋向毁灭的一个漩涡去 人跟所有一切众生一起毁灭 而是人造成的 那逆转的力量 有 可是比较之下是非常微弱的 而向下 沉沦 向毁灭发展的力量是很快的 力量是很强大的 但是佛教徒 佛教徒不是有智慧吗 佛教徒不是重智慧 大智慧 大慈悲吗 有没有办法把佛教的大智慧 大慈悲 真正用上去 来逆转这样子的一种毁灭的命运 包括我们自己 我们所喜爱的 我们尊敬的人 我们仰慕的人 还有我们所慈悲的一切众生 这是我常常在思考的问题 我一直在思考 我一直在想办法 想到是不是能够做点事 所以我们学佛 并不是只是在讲堂 在课堂里打坐 念佛 听课 不是这样子而已 要把佛法用在生命中 用在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 这个才是学佛学得好 对不对 佛就不是纸上谈定而已 真的 要把他佛法跟我们的生命紧密结合 佛法融入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我的人格的质地的一部分 这个才叫学佛学得好 学得深入 学得到家 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个 而且也要因为我们学佛学得好 对这个世间真正起大作用 否则佛教徒发挥不了什么功能 就是随波逐流 佛教也不会受重视 佛教徒不会被人家尊敬 那这里讲的好行会师 也不只是对别人师而已 对一切众生都要师 那我们来检讨 今天好好来检讨放生这个事情 在中国古代有些大师强调放生 明朝的廉池大师 也是欠大家要有放生池 要好好放生 放生是很大的功德 确实真的是利益很多众生 古来佛教的放生真的是救生无数 每一个生物它最重视的就是它自己的生命 其实一只小小的虫 一只很小的蚂蚁 当它觉得它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 你看它那种惊苦 那种紧张 你可以知道它是多么的爱它的生命